40页 办例3 一列火车从静止开始沿着直线轨道前进 速度V与时间梯的关系如图所示 若全程耗时为大梯 在四分之大梯到二分之大梯时段的速度V 这个顺时速度V 然后这个时段内的 顺时速度一直都等于大V 那这个列车在全程的平均速度是多少 这是一个VT图 我先写一下这个小V叫顺时速度 那这个VT图它的点线面都是有意义的 有意义的 它的点代表的是某时刻的 顺时速度 它的线的斜率代表的是 加速度 割线 平均加速度 切线 顺时加速度 以及它的面积 它的面积代表的是位移 那为什么 这个面积可以代表位移呢 我们稍微的简单复习一下 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VT图呢 是这样的 那么 速度 假如说是5 那时间如果经过了1秒 速度是每秒5公尺 它时间经过1秒 那我就是走5公尺 那刚好 速度5 去乘上1 结果得到的位移就是5公尺 那你再经过第2秒的话 速度就会 5乘上总共2秒 或是 5乘上 多出来的1秒 那结果你又走5公尺 所以你这样子下去你就把所有的长方形的面积加起来 就刚刚好就是他走的位移的距离 那这里是看不出他从哪里开始走 只能看出他走多 多长而已 也没有办法看出他走到哪里 除非有起点告诉我们 可是这个是长方形啊 他刚好是 这个 高 这个是 速度是高 然后 时间是底 或者是长方形的 长乘上宽 那刚好就是 面积 但是 T形的话 可以 可以用这个 T形的面积可以对应到 速度 乘上时间吗 我们先把它写一下 长乘上宽 等于面积 那 可是我们要看的是T形的面积 长方形可以确定的是 长方形的面积是可以代表的是位移 因为刚好 长是对应到 速度 宽对应到时间 但是如果现在是比如说是一个三角形的面积 我们来画一下 假如说三角形的 假如说是T形的面积好了 那T形的面积 峰式 就不是长乘上宽啊 T形的面积 公式不是长乘上宽 那 这时候 他的面积 还会是 刚好对应到 速度乘时间吗 看起来好像不会 但其实在 维基分上的处理方式 是这样的 我们会把 这个T形面积呢 用 好多个 小长方形 去 拼凑 然后 那每一个长方形都可以代表 位移 每一个长方形都可以代表位移 然后加起来就可以把T形填满 同学可能会说 没有啊 没有填满啊 那个 不是还有一点点边缘没有填到吗 像这个地方啊 那地方不是有缺口吗 那这个缺口如果放大的话 这个缺口如果放大的话 它是长这样 好我们把它 就比较 仔细的画出来了 那缺口放大以后 其实啊 我们的做法是 我们再用更多的小长方形去 填满这个缺口 那缺口就会变得更小了 那同学可能会说 可是 还是有缺口啊 那就我们再把缺口再放大 然后我们再用 长方形去把它填满 最后就可以无限的一直做下去 那最后我们的 底下用长方形的 拼法就真正的可以 无限的接近T形面积 无限的接近T形面积就是 你想要有多接近就有多接近 但 不等于这样而已 所以啊 可以 可以任何的曲线底下的面积 VT图 曲线长任何形状 它底下的面积都是可以是位移的 好那所以现在呢 题目要问的是平均速度 那不是问顺时速度 那平均速度 如果它是问顺时速度我们很简单就只要看 VT图的 中轴就知道它某个时刻的 顺时速度 但它是要问全程的平均速度 那全程的平均速度就需要拿 拿我们的 位移 对时间去做平均了 可是这张图中看得出位移吗 可以就是面积啊 VT图的 面积就是位移啊 所以我们就把 面积带入 把面积算出来 那这个面积呢 它是一个提醒面积它的上底是 4分之T因为是由 2分之T 减去 4分之T来的 那下底是T 那高是V 所以先写出面积 面积就是 上底 加下底 乘以高 除以2 那时间呢 时间是大T 对不对 所以 结果答案是 4分之5 大T乘上V 除以2 然后再去除以T 所以答案就是8分之5V 所以答案就是c 3分之5 V 谢谢观看